我喜歡約翰萊姆 然後他是我們一個很精神的一個指標這樣 然後我們有時候 我們不管我們是什麼行業 然後做什麼事情 我們都會有一個 已經做到我們想要做的那個事情的人 就是我們 不要說偶像啦 就是一個我們的目標在那邊 然後有時候我們就會問自己說 他們都做到了 然後我可不可以做到 因為我相信大家現在可能對 現在的社會 或者是現在的環境 都有一點 渺茫 就是對於未來 都是 對於未來 都是 有一種很渺茫 然後很不確定感 我上禮拜看到一個文章 他說台灣人現在很焦慮 對 我自己也覺得 就是很多的時刻 我是很焦慮的 但是我不知道我自己在 做些什麼事情 就是上班的時候啦 對 但是我樂團的時候 我還蠻開心的 就是我 真的可以找到一件 自己想做的事情